老妈妈 我是40年的龙 就看看 40年的龙 就看一下我的身体情况怎么样 因为我这两年都是生病 看到了看到了 老妈妈 你这条龙 龙头往上 龙尾整个往下 听得懂吗 老妈妈就说明 你拼命的想让自己 各方面都好起来 但是你整个的身体 是数字往下转的 明白了吗 我可以告诉你 老妈妈 你的关节很不好 腿关节 身体 骨关节都有问题 是 第二 老妈妈你要注意了 你的 一线 不好 听得懂吗 就是左半边 吃东西吃得多了 经常会疼痛 听得懂吗 我过去得过一线炎 妈妈你这条龙 年轻的时候飞得非常好 很高 妈妈 你年轻的时候 你有一段时间 你是飞黄腾达 你听得懂吗 你告诉大家 对不对 位置很高 大家都捧着你 不会吧 笑嘛就不要笑了 过去就是过去 那老妈妈 你肾脏不好 肾脏 肾脏 我会做长期的吃药 还有 老妈妈你还有一个 那个 痔疮要当心 还有心脏怎么样 痔疮啊 心脏有问题啊 对 心脏这里啊 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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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这个地方啊 你听得懂吗 对 心悸 你只要是慌啊 心悸啊 我去春节前 我装了支架了 老妈妈 你装了不止一个支架 两个我看 两个还一个还没装 零时 他说暂时不要装 老妈妈你现在学 一直走到这里 就上不去了 听得懂吗 再走又上不去了 所以你的手会经常发麻 对不对啊 对 老妈妈你不要太生气 不要太恨 因为你心中有恨 你不要在我面前说没有 我可以告诉你 台长都看得出来 你恨一个人恨得很厉害 不会吧 你能不能放下 可以不可以啊 我没恨任何人 我没恨任何人 大家看看 吹牛者是什么的表情 你在台长面前 你还要耍赖 我可以告诉你 你跟我记住了 就是你一个小辈 你一直觉得他很讨厌 怎么改不好 怎么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 你就是很不开心的一个 明白了吗 你要每天念心经的 我又在一经的念经了 你要给他念 给他念 听得懂吗 你给他念行不行啊 是哪一个小辈 男的女的 女的 那我外甥女 可能是 看见了吗 我经常 我跟你说 我看出来的 不会错的 明白了吗 老妈妈 还有一个问题 最后讲给你听 你是劳碌命 非常劳碌 一生劳碌 苦得不得了 明白了吗 对 你就好好地学佛之后 你就觉得 哎呀 讨在鬼 我欠他们的 我不生气了 我这辈子还完了 我下辈子不还了 好了吗 我问一下我的功课做了够不够 我还怎么应该 好了 老妈妈抓紧时间给人家问 功课还可以 继续念吧 我还问一下 我还没收佛台 我想你帮我看一下 我家那个佛台 应该设在什么地方 设在进门到底的左边 进门到底的左边 那是房间 对了 房间边上不是一个客厅吗 我们的客厅是比较长的 那地方没地方 对 就是客厅的左面这个地方 客厅的左边 是厨房 客厅的左面 左面呀 偏左呀 那里不是有根柱子吗 有一个墙的 出出来一根柱子呢 他说那个柱子 旁边是厨房 对呀 一个柱子 柱子挡住厨房的吗 又不是直接对的厨房的 那就是进门的前面了 对了 那不行的 右边旁边是鞋柜呀 什么 那旁边就是鞋柜呢 鞋柜不可以移掉的 老妈妈听得懂吗 你这个鞋柜又不大的 低的不得了 这么 最多这么高了 移掉 往后移 听得懂吗 鞋柜颜色我都看到了 淡颜色的 偏白的 我龙的 什么淡颜色 鞋柜 鞋柜 你又不是鞋柜 谢谢老妈妈了 嗯 谢谢您的鞋柜柜 谢谢您的鞋柜柜